5月8号在北南乡举办母亲节表扬 暨亲子教育文化传承活动 活动中有国小组低年级及中高年级的演说比赛 我小的时候妈妈就像园丁一样 心心的呵护我长大 当我伤心难过时 妈妈就像父子一样 安慰着我受伤的心灵 当我受到挫折时 妈妈就像天使一样 温柔的鼓励我 妈妈也像传教士 在我有一祸时 帮我解答所有的疑难杂症 妈妈更像一座灯塔 无时无刻的指引迷惘的我 从小到大不曾改变 有这么万能的妈妈 我觉得好幸福 我的家乡是在台东县悲南乡 它围绕整个台东市 一山奔海 如果你一站在海边 就可以看见一望无际的太平洋 在南天壁股下 令人心旷神怡 环老轰轰轰消失 看着在台上学生们生动有趣的演说 不时搭配肢体动作 和带着紧张的表情 真是可爱 而这次的演说题目 我的故乡 在每个学生的心目中 对于悲南乡这个故乡 有着许多不同的认知 悲南乡乡长举办这次演说比赛的用意在于 希望学生们以后在社会上能善于表达 一方面也鼓励学生们能养成自动学习的好习惯 而悲南乡的文化特色及好吃的农产品 也借此活动宣扬出去 东台新闻综合报导